大家吃過煲仔飯後 最重要是米餅 我們先看看米餅 這種食法是最美味的 又有飯又有臘腸 飯又有少許硬 我媽媽整鍋湯 我老婆整鍋清熱下火的湯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是上下九 現在差不多到七點了 說上次來上下九拍的時候 我看到皇上皇寫著二樓有飯開 後來看過原來他們 是有臘尾煲仔飯供應的 看上去很過癮 現在天氣這麼冷 吃煲仔飯當然是最棒的 還要是臘尾 我們快點出發就在後面 遲了沒有位 就是這個了 二樓有飯開 看上去多美 我想吃煲仔飯真是奇怪的 我煲仔飯只有這一行 我先看一看 媽寶臘尾煲仔飯 好嗎 媽寶臘尾煲仔飯 對呀 臘腸臘肉 好 好 首先跟大家說說我今天點了什麼餐 因為我自己其實不是很喜歡吃臘尾的 我反而喜歡吃臘腸 原先我是想要一個臘腸煲仔飯 實在沒辦法了 只能選擇一個28元的媽寶臘尾煲仔飯 其實看上去價錢不算太貴的 28元它還包了一個湯 不過比較意外的是 大家看一下 整個餐廳只有我一個 我上來這個時間已經是差不多7點了 我還以為會有很多人 話說昨晚是冬至 人少點是正常的 每個人都是回家吃飯 但我想不到來到今天都是這麼少人 整個餐廳 只有我一個 2樓餐廳這裡看上去 有點像以前 可能會不會是皇上皇的員工的餐廳 員工在這裡吃飯 這裡是有一個窗 可以看到出去看到他們的招牌 而且也看到旁邊那棟樓 外邊那些這麼有西關特色的牆 當然了 當然是重新翻新過的 剛才收穩姐姐就跟我說 大概等半個小時左右 假設現在是7點鐘 7點鐘大概7點半天吃 我們先坐下吧 OK 等了10分鐘都沒有 我的餐就送上來了 首先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左邊的煲仔飯 還有一個麗湯 我們先看看麗湯 麗湯就是麗湯 沒有什麼特別 有紅蘿蔔和粟米 至於飯這邊其實挺香的 有幾條油菜 有幾條油菜 先放在這邊 還有肯定少不了的就是 臘腸和臘尾的 應該叫做臘肉 讓我把這些放在裡面 其實我自己就很奇怪 我不喜歡把菜和煲仔飯放在一起 因為你不斷拌不斷拌的時候 菜就會出水的 因為生菜容易出水 出水的進入飯裡 其實是不好吃的 不過 進入香隨俗 整個煲仔飯 大家吃的煲仔飯都知道 最重要就是米粒 我們先看看米粒是否好看 鏟下去 下面是有飯焦的 現在鏟下去看見 我們換個角度給大家看看 在這個角度大家應該看到 下面確實是有飯焦的 現在這樣把飯放在一起 有幾香的 它不像我們上星期 去鋪魚吃的煲仔飯 它是幫我們攪拌 但是可能因為這個煲仔飯 它不是太熱 鍋底 所以的話 其實飯不會太焦 好 那我開始了 讓我先試一口湯 哇 湯都頗熱 真的挺像這些廣州住家菜 不是很麗湯 真的喝得出紅蘿蔔味 和粟米味 紅蘿蔔和粟米 我不吃給大家看 這些不需要表演 這個湯是不錯 不是很麗 很像媽媽一鍋的湯 吃飯 這個飯不像我們平時 去外邊的食煲仔飯 是把醬油放進去 它是沒有的 飯裏面是吃得出 臘味的香味 例如說 臘腸的香味 是放到飯裏的 但是因為它放得 醬油比較少 所以飯其實沒有 我們平時出去吃的 煲仔飯那麼鹹 我先攪拌飯 好 終於吃完菜 我們先試一塊臘腸 看上去這個臘腸 切得也不算太薄 因為有些功夫好 切得更薄 試試看 皇上皇的臘腸真是不同的 先吃進口 其實它是有點偏鹹的 不像我們平時 買到的蒼粥 那些那麼甜 但是咬一下咬一下之後 是吃到它的肉的香味 吃到最後 差不多咬完 吞進口了 是一股霉甘的香味 好 讓我先試一口飯 大家從這個角度看到 飯面 鋪滿那些臘味 滲出來的油脂 那些油鋪在飯粒上面 嘩 多漂亮 而且這個飯看上去 它應該都是用了絲苗米的 有少少像我們那天去喝茶的蒸飯 粒粒分明 嘩 如果這個瓦鍋再熱一點 就可以像炒飯一樣 又或者放雞蛋進去 我現在就是慎品 剛才沒有叫過窩蛋 加過窩蛋好像都是3元雞 唉 走步 嘩 等我等一塊臘腸 在上面 嘩 嘩 嘩 鮮頭那匙飯真是好 稍微鹽它就是 這個臘腸切得厚一點點 那 飯一匙不落口 它不會太硬的 因為絲苗米 飯粒不算太多 我真的很喜歡飯粒不算太多 因為其實很多人吃煲仔飯 是喜歡有飯粒的 而黑黑我是相反 然後一件臘腸放在上面 這件好像比較薄 一咬下去 你可以先咬到臘腸上面的那種硬 吃到它的香味 然後飯裡跟臘腸不斷不斷地咬 混合在一起的那種香味 是有很多層次的 嗯 嘩 嘩 不得不算 這口湯真好喝 我經常有住家湯喝的 我媽經常煮湯 我老婆經常煮清熱下火的湯 它跟我在家裡喝到的紅蘿蔔粟米湯 味道是完全一模一樣 一定是不會下味精的 是一定沒有味精的 嗯 粟米也好吃 我之前也說過 我自己其實是不懂得欣賞臘味 甚至是不喜歡吃臘肉這件事 今天既然一場來到 我就嘗嘗 嗯 我也不怕我上次是何時吃過臘肉 我想我小時候加上吃過臘肉 除了切在蘿蔔糕之外 都加上沒有五次 我真的不懂得吃這件事 嘗嘗再說 為什麼我不喜歡吃臘肉呢 其實就是因為我怕它太肥 你看看這些這麼肥的部分 小時候我不喜歡吃肥的 我小時候是不喜歡吃肥豬肉的 那只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都沒試過吃好的臘肉 那這裡算不算好呢 我真的沒辦法表達 吃上去的感覺是比 臘腸更加硬一點點和鹹一點點 起碼沒有心情 沒有一些不好的感覺 因為據我所知 一些不漂亮的臘肉 它是會有一種梅的味道 它這裡是完全沒有的 這個食法是最美味的 又有飯又有臘腸 飯又有少許硬 因為我舀這筋飯 是有少許飯焦的部分 而這塊臘腸 亦是比較厚的 這塊飯應該比較有咬口 有時候在家裡 可能是打風、下雨 出不到街買菜 在我們廣東人家裡 總會有兩串臘腸 在下雨、下雨 出不到街買菜的時候 你拿兩串臘腸出來 然後放在電飯煲面蒸 蒸熟它 煮兩條生菜 淋少許的醬油上去 這樣就好吃了 你看 嗯 嗯 又吃飽了這一餐 大家看上去的一點 我覺得其實挺好的 真的好家常 份量不算太多 28元 但這裡是上下九 畢竟都是上下九 反而我比較意外的 即使今天是星期三晚也好 竟然裡面 除了我 只有另外一台客 進來的 這個是比較意外的 服務員比客人更多 可能始終都是國企 或者他們宣除 不是太多 可能到星期六的人會比較多 正如我們上次星期日 來到看見 全部都是人 當時我們只在樓下看 買特價出臘腸的人 上次不是跟大家走過上下九 那天是星期六還是星期日 我都忘記了 應該是周末 周末是下午 當時人當然比較多 但是即使這樣也好 今天是星期三 晚上的人都不少 我看到多少人走過去 眾所周知 很多原因 上下九 其實真的沒有以往那麼旺 我們再走一看 兩邊的店舖 我就不跟大家多說了 上次星期日 來拍片的時候 都已經跟大家說過 反而前面有一間 我上次沒有回憶 就在皇上皇旁 就是前面這一個 竟然有一間鮑爐 你們多久沒有去過鮑爐買東西 我已經很久了 我記得上次應該是 我和老婆剛才結婚 那年女兒也沒有出生 去北京鮑爐買東西 我買了一件衣服給外府 我又買了一件 當然是老婆找數那種 到今天 我都很久沒有進去 看到裡面 好像更慘淡 比皇上皇 裡面好像一個客人都沒有 今年天氣這麼冷 其實做服裝 是會比較好的 因為天氣冷 你就要買衣服 不用拿秋天女衣服 但是我們看到 有兩個客人走進去 繼續往地鐵站的方向走過去 在這裏一路往前走 就是長壽老地鐵站 來到這裏 看到兩間店舖 周大福和新華書店 新華書店就不跟大家說了 上次都好像寫著大促銷 賣光的東西 現在好像還未賣光 周大福賣禁的 裏面人少一點 都是正常的 正前方就是蓮香樓 這裏好像就是我上次在這裏 賣鹹煎餅的地方 老婆吃完之後 她還記到今天 她說 鹹煎餅是我自從拍飲食的影片以來 是最難吃的一件事 是沒有之一的 是最難吃的一件事 來到不是報仁街這邊 第十譜路 看上去更冷清 大家看看我後面 是不是 人會更少 店舖關得更多 反而在我身後 有一間最旺的 剛剛重新開了一張老舖 我們去看看 我說的一間店舖 老舖不是蓮香樓 以後不准再跟我說蓮香樓 三個字 一隻字都不准看 那間老舖是前面的一個陶陶居 它重新裝修好 已經營業了 看看頂部多漂亮 據說還可以上去 不知道上去看看是甚麼風景 最頂的那幾個字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寫著叫做 火冠亭 不過我老婆說 以前是來這裡喝茶的 那時當然便宜很多 現在當然是貴 自從被大集團收購後 就變得貴了很多 可惜我以前沒有跟她來喝茶 各位觀眾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的全部內容 很感謝你看到這裡 如果你覺得我發得不錯 請你給我一個讚 點擊頻道 有一個訂閱頻道 我們每天都會有影片更新的 好的 我會有一個人 祝福 賞 賞 鯊 我會不會 又會� 黃 金 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